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有了他就可以360度无死角尖尸四面八方了 除非在船内遇袭 前厅里居然还有电话 乔爷将他打赶了纽约的老伴司机Q 二爷谎称自己在旅馆里 司机也以为他是去出差了 二爷让他别去日本探望女儿何丽 骗他说何丽只是小病 马上就会好了 管家的电话中偷偷告诉二爷 何丽的病在一天天恶化 要抓紧时间了 如今哀姐也近在眼前 大家纷纷表决心 二爷心中稍微 凌晨四点五时 透过浅蒙镜也看到了非洲大陆的海岸 马上就要到达了 这里的珊瑚礁边上 有条自然侵舌形成的海底隧道 就在那里上岸 每个人心里都很激动 这时周周突然发现 多出了一个杯子 二爷手中的杯子突然变形了 变成一只鸽刀 砍断了二爷的一只 一只上的手指直插进二爷的喉咙 这个女大花脸是替身 她是什么时候潜进来的 白金之星挥拳攻击 却被她迅速避开 幻见却变成了一只仪表盘 还有几百米就要登陆 却来这么一出 二爷晕了过去 得亏那是一只 伤口很浅 敌人是暗示你叫黄卡牌的替身 替身使者叫密特拉 这是能从很远的距离操动的替身 真神估计在海上 他能随意变成金属玻璃这一矿物 他不发起攻击 根本分辨不出来 这是船突然漏水了 女教皇定是开了个洞钻进来的 潜艇急速下沉 氧气也快见底了 偏偏这时来电话了 周周不顾劝阻去接 原来是司机外婆打来的 周周只说 乔二爷现在不方便电话 自己还在外公身边 要他不必担心 便挂了电话 说话间 潜艇已经撞上了海底 潜艇内的氧气也越来越少 周周准备攻击 女教皇变成的仪表盘 在攻击的瞬间 他突然从花经院身后出现了 好在花经院闪得快 放出了一把黄反击 却被女教皇避开 划上了颈部 周周的欧拉拳也没激走他 大花脸怪叫着 又与船融为了一体 只要留在这个房间 就会一直被攻击 阿布让大家撤到另一个房间 封住这个房间把他困住 没想到大花脸却变成了门把手 欲攻击阿布之时 被白金之星薔住 活住了 白金之鹰想扭断他的脖子 这家伙却突然变成刀片 割伤了周周的手 又逃到了房顶 这家伙好强 居然让白金之星吃了个暗亏 阿布放黄鸟攻击被他避开 银锁战车剑劈 他却瞬间变腰 根本刺不进 眼见进水越来越多 大家只得先撤住这个房间 另做打算 身经百战的乔二爷称 自己已有了破敌之错 司机外婆这边 得知老八有周周辅佐 心里也踏实多了 再看周周一经 前情也沉了底 大家在这个 全是机器的密室中 处于绝对的劣势 只能弃传逃生 但这里可是40米深的海底 如今只有水费潜水 上岸在一条路了 只有二爷一人有潜水经验 水费潜水第一条 就是不能慌张 水下所受的压力 每深10米就会增加一大气压 40米深的海底 夹度身上就是5大气压 若一口气上浮 肺和血管就会膨胀暴敛 要让身体逐渐适应 慢慢上浮 这里离埃及海岸很近 就沿着海底前进吧 这是呼吸求结器 吸气时才会从氧气罐出气 一行人穿戴好装备 开始准备上前 波罗却出了状况 原来你教皇变成了他的呼吸求结器 咬掉了波罗嘴唇一大块肉 人偶又钻进了波罗的嘴里 白金之星晚了一步 紫色银者与绿法黄 一同钻入波罗鼻孔 将女教皇逼了出来 但那很快又变成一只水下兽鱼枪 绿法黄与银色战车一同攻击 仍没从他身上逃到半点便宜 大家趁他上腾的时候 从潜艇里逃了出去 将他放在里边 一起向上潜游 一边游一边注意身后 前方出现了海底隧道 水深七米 终于要到达埃及的海岸了 沿着岩石一路游就能登陆 却没想到这隧道 其实是女教皇的大鼻孔 它变成了海底的地形 将解人一起吸进了嘴里 这气身的力量太强大了 居然能变成这么大的东西 看来他的真身位置很近 肯定在非常近的地方 没错 我就在你们头顶七米的海岸上 但你们会在女教皇的体内被压碎 没机会看到我了 周周一行掉进了女教皇的嘴里 常泰拉 你是我喜欢的类型 要用我的气身把你消坏 真让人心痛啊 波鲁听后 与周周耳语几句 传授记忆 周周不情愿的说 米特拉 真想看看你的样子 说不定我会坠入爱河 女教皇的颜色变红了 其他几人 也你言我而语的夸赞 她是个大美女 女教皇憋黄了脸 你们这群混蛋 就和妹家良心说话 全杀了 女教皇的大舌头 将周周拍到她的牙齿上 周周又被大牙压扁了 周周用白鸡之星支撑 但牙齿的力量太大了 这牙齿的硬度能媲美钻石 先压扁了你 其他人纷纷放出替身兴助 巨蛇却再次袭来 法皇救了大家 火鸟放火攻击巨蛇 巨蛇终于被驱走 但还是晚了一步 周周的氧气罐被压爆了 还是迟了吗 这人却有远极近 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是欧拉欧拉欧拉 光速拳 白金之鹰竟将硬如 钻石牙齿刀破了 还把别的牙齿也一一打爆 真是恐怖的替身 众人从女教皇的口中游了出来 没了牙齿的大花脸 真滑稽 看来这钻石牙有点缺钙呀 几人在沙滩上 看到了受伤倒地的密特拉 身材倒是挺棒的 波鲁上前观看他的相貌 但看到波鲁那惊慌的神情 八成也漂亮不到哪去吧 耗时三十天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埃及 途中路过很多地方 连梦里都去过了 替身是塔罗牌所象征的 神秘的精神力 周周一行打败各路杀手 终于登上了埃及的土地 但周周等人不知 新的威胁正在前方等待他们 与此同时 在暗中关在史比特旗下员工 观察到迪奥身边 有九个神秘使者 却马上被迪奥干掉了 乔二爷再次联系斯吉老伴 与周周一起向他报了平安 斯吉相信 鸣儿孙俩一定能顺利完成工作 河里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微笑 搞得出了 一行人向新的目的地进发 埃及国土97%为沙漠地带 但承门着尼罗河的恩族 河岸两边美丽充脆 这是个多样文明骄人的果渡 周周一行 还又会在这里经历怎样坎坷的旅途呢 周周提名的冒险 星辰十字军片 更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说实话 这部动画虽然是大家投票最多 呼声最高的 但前两季的播放量差强人意 并不是很好 我本有心不再继续制作了 但粉丝们说第三季的替身还是最好看的 确实如此 我也觉得这一季更有趣一些 纠结再三 还是坚持着将这季的上半片做完了 希望播放能比前两季稍稍好一点点吧 让我能有动力再继续做后边的埃及片 好了 今天有点累 就不多聊了 咱们下部剧见吧 喜欢一个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三连 关注一下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我的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悠悠 喜欢一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